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进入字幕 字幕这个部分超简单的 就是为什么要用剪印的原因就在这边 字幕通常都最后再处理 字幕最后再处理 因为那个字幕的深层 它会对你的那个声音的位置 所以你等一下做字幕 它自动深层的时候 它会把它放在这上面 把字幕放在这上面 对应你的那个演讲的 你的上课的轨道 那所以如果你之后还做剪辑 就把它剪剪贴贴 那个位置就会跑掉 所以我们字幕都在最后做 都在最后做 好到这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老师 请你输入是 那有问题的请你直接询问 直接在讯息列上面直接说明 或是开麦直接讲也可以 好大部分老师都没问题 因为这剪印真的实在太简单了 那那个威力导演 其实这个部分也都还好 跟跟这里是其实是差不多啦 但是威力导演就输在那个AI字幕的地方 跟那个会出 会出字幕档的地方 他就很明显的输掉了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字幕档的话 你用威力导演事实上也是OK 好大家都OK了 那我们就继续了 所以当你这边都该剪的都剪好 那个片头片尾也都弄好 音乐也都上好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 最后就是文本 左上角这个文本的地方 就是字幕的地方 请各位就点一下那个文本 左上角的文本 那这个文本里面 左边有一个叫智能字幕 就是AI字幕 AI字幕 请各位就点一下AI字幕 有找到AI字幕 这个 AI字幕 好点一下AI字幕 好那点了之后 他这边会有两个选项 你直接点那个开始识别 直接点一下开始识别 他就会去跑AI帮你辨识字幕 好那他这边的那个 转换的引擎是会跑到百度 百度的那个语音引擎去 那所以这个地方有有那个知安疑虑的人 就会开始讲话了 你就看看 不然就慢慢Key字幕 好或者用我刚刚讲那个 Python Transport Script 让他去转字幕 但是你要你就要先把影片准备好 然后把影片丢进那个工具 他会帮你转出字幕 然后你就慢慢去修那些字幕 因为错字太多了 所以这边是错字最少的 好那经过几秒钟 他就帮你生成了字幕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他的字幕一开始是白色的 一开始是白色 所以刚刚看不太清楚 对不对 以为没有 事实上他的字幕是白色的 好 好那你在右边 好就是你的这个参数这边 就可以做调整 好这这些字幕 我会建议你 你不管用 就是用原来的白色就好 白色就好 但是呢 这下面有一个叫做外框线 描边 描边 建议你把描边打开 好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那个影片的画面 什么时候是全白 什么时候又全黑 所以如果你只设定黑色 或只设定白色 他就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 可能会看不到 所以我会建议你把描边打开 好那描边的颜色 跟你的文字的本体 就是用对比色 这样子就会 不管在什么画面都会很清楚 都会很清楚 好那这时候 老师就会问了 就是简体字 简体字对不对 好没有关系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好当你遇到 就是他AI辨识 已经辨识完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改措置 那改措置在哪里改 在这里改 就是你觉得 你去看这一句 就是你把这个游标 看你要移到哪一句 就这样看 这句如果没问题 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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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发现有问题 如果发现这边有错字 你就直接点进来这个字幕里面 这边就可以直接修改 直接修改 所以可以直接修改 但是那个繁体跟简体 不要在这里改 你会太累 好吗 这里不是给你改繁体用 这里是给你改措置用 然后那个繁体 我们统一改字形就好了 好 所以你就稍微看一下 把那个措置 把那个措置给修正 把措置给修正 我们先停在这一步 老师先试一下 你的智能字幕 用开始辨识之后 一小段时间之后 如果你的影片比较长 它会辨识的比较久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 其实都比 绝对都比你打字来的快很多很多很多 好 那它辨识出字幕之后 请你去用你的这个进度条 去看一下 有没有哪边的字是不对的 不要改 简体繁体不是在这里改 请你改措置就好 请你改措置就好 那所以如果你之前用过别的那个 产生字幕的一个工具软体 你就会发现 百度的引擎 它的那个辨识的正确率真的比较高 在中文的部分真的是比较高 强老师说辨识后的时间轴有点对不上 不会 我觉得它对的蛮准的 我觉得因为我从 我用这个检验应该有差不多有一年了 我觉得它对的都还蛮准的 然后它那个正确率也很高 我刚刚是预览的问题 OK 所以所以事实上你就不用担心了 如果他连自动 如果他今天对不准的话 我就不会建议你用这一套软体了 好 因为我们经过我一年的验证 好 好 那你改完措置了对不对 改完措置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简体变成繁体 简体变成繁体 那这时候它这个字 它是内签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AI字幕辨识上去之后 等一下输出的时候 这个字是会直接迁入在影片里面的 那这个字就是不能改了 就是你等一下迁入输出之后就不能改了 但是你原始党这个还是可以改了 好 那所以你改完措置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选 选那个繁体字对不对 好 请你随便点一个字幕的地方 随便点一条字幕 那刚刚的这个文本的这边 文本的这边呢 你往下往上找了 这边有一个字体 最上面这一个字体 有没有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这个字体 它的内定是系统 那可是这个系统 是指它的简体的系统 简体的系统 那所以改措置在这边直接改 在上面这一栏直接修正 直接改字就好了 好 那所以你的字体要选什么 那目前它提供的繁体字形 有三个 好像陆续有在增加 所以你稍微往下找 那个有一个有什么 港风繁体 文艺繁体 还有一个什么 重义繁体 那个就是繁体字 所以你稍微找一下 它的那个字形 都有持续在增加 所以搞不好以后 还会有其他的字形 这边 文艺繁体 这个是繁体中文 在差不多 我看 上面五分之一的游标下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文艺繁体 还有一个现代繁体 现代繁体 然后还有一个港风繁体 好像在下面 各位找一下 好 那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 比如说我现在选 选现代繁体 那当你这一个改了之后 他其他的会同时改 所以你去看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文字 有没有 全部就都会改成 同一个字形 所以你只要改其中一个就好 其中一个 他就全部帮你改成繁体了 那所以这样子 那个要内签的中文字 就已经都改好了 好 所以第一步改错字 第二步选字形 像字形下载字体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是内签在他的系统里面 他这边的那个字形的选项 这个不是在 不是在我们Windows里面 安装的字体 不是在我们Windows里面 安装的字体 这个是安装在他的系统里面 他的那个剪映的系统里面 所以这个是从对岸 直接装进系统的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安装的 那如果你要 要自己装 你可能要去Google一下 如何在 如何在那个剪映系统里面 安装字形 可能用这几个关键字 去搜寻一下 搞不好有人 有做这样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需求 我就没有再研究了 好 好 那郭老师选的繁体没有改变 你要去 你这个选了之后 你要去动一下 好 要去 就是要点的别的 别的 然后去动一下 上次好像也有发现这个小问题 然后比较早期的版本 比较早期的版本 他会有一个叫做套用到全部 如果你的检印是比较早期的版本 他这边好像会有一个按钮 叫套用到全部 那现在新的没有 所以你可能等一下 等几秒钟 等个一分钟 如果你的比较慢 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那你第一次点是下载 你刚刚在选那个字体 没有跟刚刚那个媒体一样 你第一次点的时候 他是下载到你的 检印的系统 所以你要点两次 有没有 他这个有一个小箭头 主要是这个小箭头 你点了之后 他第一次会下载到你的检印系统 然后你再选第二次 就是他已经下载完了 你再选那一次才会生效 才会生效 所以基本上应该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子就完成我们所需要的 所有的剪辑的部分 那这个 三分钟我们到三十五分 直接提问 强老师这个我就不知道 他应该是版本变更的时候会连一次 那所以 应该 不过他每次开这个软体的时候 他就会去找说有没有新版 所以原则上他还是会连到对岸的伺服器 对所以如果你有治安疑虑的话就 就不要用吧 就慢慢 就去用那个魏力导演慢慢 生字幕吧 我经历过那一段 所以 我是不太不太愿意再回去了 好 那个因为他这个软体还蛮强 就是他会随时帮你存进度 那所以刚刚强老师可能中断 闪退 断掉了 你下次再开的时候 他直接进度都还在 直接进度都还在 都还在 直接输入改字的时候 你直接输入繁体 他会变繁体字 这也是可以 但是会很辛苦 所以我建议你不要 建议你不要 那个框框还是会看到简体 但是你的影片会变繁体 这没有关系 你不用管他 他那个原先的文字的框框里面 原先这个文字的框框里面 这个字如果本来是简体 他就会是简体 如果你有改成繁体 他就会变繁体 这个地方无所谓 跟等一下要输出的地方 是没有关系的 重点是你的影片 只要有变繁体就好了 好 那这个我们就完成 所有的剪辑了 那等一下就是要输出 就是要导出 我们再给各位一分钟 好 那至于那个文字的其他的那个 其他的这些设定 有兴趣的就可以再看一下 他的文字还有几种预设的样式 你可以去选一下 那个长相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还蛮花俏的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气泡跟花字的功能 好 各位有兴趣就自己再看一下 那那个气泡就是 他那个你的字的下面的 秤底的地方 他会出现 就是有那个不一样的颜色 不一样的底盘 底盘 底盘 所以你要做一些特殊效果 其实也可以在这边处理 花字就是那个字型的变化跟颜色 他会多一点这样 字幕辨识很久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你的网路慢 第二个是你的影片长 网路慢跟影片长 就会造成辨识很久 所以你要快的话 就是你的网路要顺 影片不要太长 反正通常我们已经做到这里了 我那个AI字幕一开 我就会去泡个茶 去喝个咖啡 回来就好了 所以再怎么说 也比那个Python Transform Script 要快一点 而且正确率要高很多 存专案党功能 它随时就在存了 所以你不用个别去存 比如说 我现在就把它直接关掉 我现在把它直接关掉 我刚没有存 直接关掉 可是你下次再开的时候 你的进度就会是 就是你的最近的剪辑 最左上角这一个 这个就是你刚刚的最近的进度 所以你只要把它打开 它就会把刚刚的进度都抓出来 所以你完全不用 不用担心说 突然当机的档案不见 没有存档 没有这件事 它有点类似云端的概念 云端使用的概念 所以它会自动存档 自动存专案档 你不用特别存 好 那么这个部分都没问题 我们就做最后一步了 最后一步 所以最后一步 我们就要把影片给 这时候内签字幕已经做好 对不对 然后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导出 那做导出的时候 一样是右上角这个 但是这一次 请你另外注意一个地方 右下角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字幕导出的功能 这个是新的功能 之前旧版的 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才会需要用到那个 SRT的那个工具 但是不好使用 不好使用 需要一点 不是一般人可以用 就是比较懂电脑的 你会比较顺 好 那这个功能就一般人都可以用 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字幕导出这个 记得打勾 记得要打勾 打勾了之后 这边是SRT字幕 那我们有两种 SRT字幕 它会带有时间轴 它的那个文字档里面 会跟你讲说几点几分 哪一句话 几点几分哪一句话 这个叫做SRT字幕 那这个在YouTube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上传的是这种格式的 它才会去对那个位置 它才会去对位置 那TXT TXT它会是那种没有带时间走的 就是纯字幕 纯字幕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选SRT 好 所以这边跟刚刚一样 跟刚刚一样就不讲了 那这个导出就是你存档的地方 所以你一样留意一下 你等一下会存到哪里去 存到哪里去 自己留意一下 那个档案的位置 然后档案名称 你可以稍微改一下 你的那个字幕档 也会用这个名称来命名 所以请各位就把它命一个名字 好了就请你按导出 好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电脑效能的时候了 陈老师说你的字幕导出不能打勾 你这个我就不知道也没遇过 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还是你刚刚没有上字幕 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老师我有上字幕也有改话题 是 是但是就是打 那个地方就是灰色不能打勾 再试试 好你再试一下 或者是那个 你把这个关键字打到Google上去看一下 好啊 看有没有人也出现这个问题 你搞不好已经有解答了 OK好谢谢 好 那输出完之后就把它关闭了 好我们先把它缩小 我们去找一下刚刚输出的档案再下载 好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 你的刚刚输出好的档案跟一个文字档 那文字档你可以把它打开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就是叫做SRT的字幕档 里面有带时间 有带你的字 然后呢 他这边呢还是简体的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这个地方还是简体的不用担心 等一下我们会做处理 好 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字档 文字档 然后另外你的影片呢 另外你的影片你把它点两下打开来看 就会有你带的音乐你的片头 然后你的字幕内签在里面的字幕 好 那你在看的时候啊 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那为什么我这边会有两个字幕 各位有发现吗 这是因为媒体在播放的时候 如果你的档案 如果你的媒体档案跟你的字幕档是摆在同一个目录的时候 那你的播放器会顺便去抓那个字幕档 所以你的原来的影片就会带了另外一个字幕档 所以 但是你就可以直接 比如说你把这个先挪到旁边 我把这个先放到桌面好了 现在就没有那个字幕档的呗 没有字幕档在他旁边 那我就直接打开来看 那一串字就不见了 好 他就不会有多一串另外的字幕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内签的字幕 这个就是你刚刚内签在里面的字幕 而且已经改成繁体了 OK 好请各位检查一下 请各位检查一下你的输出的 那个文字字幕档跟你的影片 好 那我来解决一下刚刚 张老师的问题 张老师是哪一个部分需要再讲一遍 就是最前面 最前面那个导出那边 OK好 你就是做好影片之后 要按导出嘛 我们要输出我们的影片跟字幕档 那所以你在右向角的导出这边点一下 好 那这边刚刚前面有介绍过 唯一要注意的两件事就是 你的档案名称 这里要改 然后你要存到哪里去 这里要选 这两个地方 那这一次多心增加的部分就是这个 右下角的 字幕导出 这个要打勾 打勾它才会输出那个 带字幕带时间的那个纯文字档 这个文字档等一下是我们要 上YouTube要挂那个万国字幕用的 那如果你本身你没有那个挂万国字幕的需求 那这里就不需要了 这里就不需要再做了 这样了解吗 好那强老师有提醒了 好如果 如果你比较care就是有一些大陆用语的话 那你要在这个阶段就要做修正 就是在这个阶段就要去把它做 做基本的修正 就是在改措置的阶段 因为有些大陆用语在我们这边是不一样的 那很有些人会很介意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改的话就在这个阶段来做修改 简转盘等一下我会讲 Word就有了 这个大家熟悉的Word就有这样的功能 不用另外再找软体